電阻電阻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題目要問你說 它的電阻是多少 電功率跟電壓 所以我們用P等於V平方數於R 我們可以算出來 這兩個互換R等於V平方數於P V是多少呢?電壓3V 電功率是3 所以我們可以算出來 它的電阻是3V 題目要問你電流 電流同學 歐姆電律R等於V3I 那電壓已經3知道了 電阻我們也算出來了 所以電流是多少 當然輕鬆的也算出來是1 再來題目問你說 請問它是多少電功率是多少 燈泡的電功率是多少 那電功率我們可以寫成I平方乘以R 因為電流我們已經知道是1 1就把它帶進去 對阿I平方乘上R 電阻是3也算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它是3瓦特 那請問如果說它用1個小時 耗多少度電 度電叫做千瓦乘以小時 對不對 千瓦3瓦是多少千瓦 就是除以1000 用幾小時?1小時 隨即度電 那同學這個你一樣可以用 可哥上課教你的絕招 很快的我們就可以算出答案 請同學自己用絕招練習看看 李華早市長 成績一定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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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